Touchdown 這開始沒有打到你能夠接走 旋轉 這點我就不想給 這兩槍三個 浩克去打 浩卡組一比 浩卡組太準了 起伏比較大 可以提升的是應該是大家的同步率吧 畢竟我們打的其實是在基礎之上的東西 就是稍微簡單一點 但是同步率的要求就會很高 我認為是經驗 我們必須要做很多事情 例如討論 你必須要有些細節的細節 節氣吧 因為我覺得 就是我們輸了零章上以來 我覺得我們憋了很多東西在心裡吧 然後贏了零章過後 就全部都發洩出來 我覺得挺爽的 跟張昭在台上的採訪差不多吧 就是特別特別的爽 堅韌吧 就是對於我們團隊來說 不管是心態上還是 有些內容上面還是蠻堅韌的 第一賽段還是比較緊張刺激吧 覺得舞台挺好的 然後對手也很有實力 然後在這個舞台裡得到鍛鍊 感覺狀態有點下滑吧 然後隊伍整體的話 其實士氣是越來越高 然後大家都越來越自信 其實是特別激動的 就我跟Luke就是從一開始的老隊友嘛 從競爭賽上來到進世界賽 這一路其實就是很多奇奇福福 我覺得那一刻的心情其實跟競爭賽其實還挺不一樣的 因為競爭賽其實那時候是很感動 但是這個是世界賽 這就是一個小時候的夢想吧 因為你小時候是看人家比賽 然後長大你去參加比賽 然後到現在是你去站在那個台上 去在世界上證明你自己 我覺得那和競爭賽聯賽是很不一樣的 我覺得還是挺不容易的 先拿了門票大家的一個壓力會減少很多的 其實當時對上T1獲勝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太多的情緒浮動 我們隊都很自信的覺得說 這個門票我們是勢在必得 希望跟方普拉斯一起拿下首勝 現階段目標肯定是先拿到屬於我們上海大賽的第一場首勝嘛 然後剩下的目標就是盡量還是去突破自己 突破整個隊伍吧 我們有特定的說是想要去突破四強 或者是突破六強突破什麼 我覺得就跟上次馬德里大賽一樣 就是我覺得突破四強這種東西是沒有意義的 我覺得不如就是把自己平常訓練 訓練賽訓練的東西都能在比賽上打出來 就不留遺憾的去完成那些東西才是有意義的 也說不上目標 我覺得我們現在實力已經算比之前會好很多 我覺得拿到勝利也是在這個合理的預設當中吧 不過不知道能不能拿到 但是會全力以後去拿到盡可能更多的勝利 因為我們每一次世界賽都是三四二強 十六強八強 然後我相信我們這一次肯定是四強 所以這次是四強最少是四強 我們目標就是不要在第一輪就下課 我覺得就已經很厲害了 因為大師賽是我們第一次世界賽 那我們目標就是來學經驗 然後我們把經驗帶到下一個冠軍賽 然後好好為世界賽去做準備 吸取經驗我覺得才是我們最大的目標 應該其實我們現在會面對的TH吧 因為他們的無論是新人還是經驗來上 都是比我們要充足許多的 而且他們的打法跟我們其實挺相近的 也是以槍為主 這些隊伍裡面比較想叫做可能就Fanantic吧 因為想看看就是蟬聯兩屆世界賽冠軍的隊伍 到底是什麼水平 我覺得就是因為抽籤結果已經出來了嘛 然後我們第一場要面對的對手就是FUT 因為之前在瑪德里的時候 他們跟我們打訓練賽 其實他們這一支隊伍就是真的很猛 但是我們就打不過他們 所以我覺得我們當下的面對的對手就是一個強敵 所以我們會盡情全力去面對他們 但是我們也沒有人會害怕之類的 我相信大家都有這個自信 就是說我們能把你打回來 可能這是我們第一輪對手FUT 確實會給我們一些比較大的威脅 因為之前在訓練賽上 在他們身上拿不到一些優勢 所以第一輪可能就是一個應戰 第一名Rxpass 然後第二名Forsaken 然後第三名 我覺得是 然後現在 KanKan或萊芙吧 Top1 is Aspas Of course Aspas because he destroyed the American League Top2 is Leo And Top3 is Kankan Aspas 他的個人能力不需要自己 然後第二名 我覺得應該是Forsaken 我覺得他很全面 就是為隊伍犧牲了很多 然後還能打出那種很好的效果 然後以及能為隊伍分擔很多壓力 然後第三名我覺得應該是KanKan吧 因為他作為我們隊裡的決鬥 然後狙擊能力很強 然後現在步槍也練起來了 我覺得他是不能掉出這個前戰之列的 我覺得 肯定我們康康肯定算一個 然後如果說單論個人實力的話 我覺得 Leo跟Chronica吧 第一名肯定是Aspas 因為我覺得他 他真的太厲害了 他的打法還有槍法真的都很頂級 然後其次我覺得是TH的Woot 我看了他的開槍方式以及開槍習慣 他就突出一個字快 他的瞄準也很快 他的架槍反應也很快 然後第三個我覺得是來福 他玩的特別團隊 但是也能突出他的個人能力之類的 心目中我覺得第一可能會是 老師或許會是Forsaken 因為他的角色很深 可以密佈隊伍中很多位置 然後也有很多想法 他們隊伍的五個人都很適配 所以他可以發揮出最大的作用 其實應該會是Aspas 就是像剛才前面提到的 他的個人實力是真的 我個人覺得會是事宜一角的位置 然後會想看看他 這是能打出什麼樣的風采 第三的話我可能會給他Live 就是他在上次 剛進入我們隊沒多久 然後就參加Mardley大師賽 然後還能有很好的發揮 所以很期待這是他 能給我們隊 還有給世界的大家 帶來什麼驚喜